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民大会 我是余美人 那么众所瞩目的米其林的名单 下个礼拜要公布 但是在这个星级餐厅公布之前 先公布了一个他们的排行榜 叫毕比登就是米其林推荐 光是这个就引起这个旋风了 推荐上的名单通通已经开始排队了 另外我们要来告诉各位 就是说米其林它的评鉴 是可以带着怎么样的一个观光价值 还有大陆的外卖市场 又掀起什么样的一个革命 当外卖加上新的黑炫科技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饮食现况 未来可期 所以我们赶快来问您介绍 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是迷玉 大家好 还有青黄 还有杰明 另外我们商务餐的朋友是 赖献正老师 还有一位是Paul 大家好 欢迎你们 首先米其林指南 被称为是美食界的圣经 对不对 那么这次的推荐名单一出炉 许多餐厅小吃店也跟着镀金 真的千呼万唤使出来 米其林的台北版 3月14号要公布了 但是这个礼拜先公布了 所谓的毕比登推荐 那我先稍微解释一下 怎么叫毕比登 毕比登就是那个米其林 那个轮胎的那个白色的吉祥物娃娃 所以叫做毕比登推荐 那他这次呢 先推荐了36间的餐馆 那我跟你讲 简单来讲就是说 他这个不是星级的 他这个毕比登推荐 简单来讲就是说 是物超所值的 不是星级 但是呢 也是餐饮界的一个荣耀 那这一次的36间餐厅当中 比较特别是说 还有时间是夜市小吃 可是你知道吗 虽然不是星级 只是毕比登推荐 一公布出来之后 全部这两天 大家大排长龙 全部都在排队 而且有更夸张的是说 连国外的这个朋友 他们看到台北的 这个毕比登推荐 一下飞机 马上就抽来吃 所以以前去看这36间餐厅 难排到一个爆调 刚刚那个清华还在抱怨是说 以前就已经够难排了 有些店像什么林东方牛肉面 还有什么阿南麻油鸡 以前都已经很难排了 现在你可能 要排排两个小时 都还不一定吃得到 好那碍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挑了三间 来这个来推荐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说是点水楼的南京店 那为什么是特别介绍这一家 因为它很特别是说 这个去年11月 米其林的密探有上门 你知道吗 它吃了之后 哇 惊为天人 还拿着这个米其林的名片 去厨房要拜会这个主厨 说想要给他访谈一下 结果呢 点水楼就说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要接受访问 你不要介绍我 而且他还不想去参加 米其林的评选 那当然这个陈飞龙 就是他的这个集团的会长 有一个原因啦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米其林 都是需要这种标准化的 作业模式 譬如说你去吃 你觉得五星级 但是他去吃 如果觉得一星级 这样是不合格的 所以他们觉得说 要有一个米其林 你要登上米其林 是你的标准要很一致的 那陈飞龙就会觉得说 我们点水楼的 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我们每一间店 都有自己的私房菜色 像南京店 它就是富贵叫花鸡 还有这个西湖醋鱼 所以他希望保留 每一间店的私房菜色 所以他就婉拒了 米其林的一个推荐 但是你知道 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尽管点水楼 婉拒推荐 米其林还是让他榜上有名 那再来第二个的话 就是还有十全排骨 你知道身为士林人 就有一句话说 你没有吃过这个十全排骨 还有十全排骨 你就枉费为身为士林人 有这么的严重 那这一次米其林 给他的评价 就是说他当时 那士林吃素的都不是人 没有 这当时一个夸张之词 那米其林这次给他的评价 是说他是当超过40年的老店 而且他的这个汤品 都是以秘方来炖制的 每一种都使用15种以上的中药材 香醇美味又具保健功效 那当时这个老板就说 他爸爸认为说 这个老板的爸爸 蔡老板的爸爸 当时就很有远见 他说开这家店是因为认为 华人爱吃补 可是又怕吃苦 所以他们这几年就一直在 这个补汤的这个秘方里面 一直在给他改进 就是说吃起来很美味 又可以兼具疗效 那最后我们要推荐的 也是这次最特别的 你知道这次米其林上榜 只有两间异国料理 一个是日本菜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的 这个想想厨方 它是印度菜 那印度菜在台湾的印度菜 大部分都比较偏北印的口味 那这个想想餐厅是比较偏南印 那南印的话 它有个特色就是说 北印比较不吃海鲜 那南印它除了有海鲜之外 它这次上榜的理由 就是它的香料酱汁 有人认为是奇幻香料酱汁 那这老板就有强调是说 他强调是说 他用的酱汁 甚至是那个食材 是从农场运送直送 就是说他们很新鲜 那另外还有他们自己去种植这个香叶 然后每一道菜都会调配他们独门的酱汁 所以它这次是香料的酱汁 受到米其林的青睐 好 那问一下亲黄 大陆的美食经济也是非常红火 对 而且我们发现在里面 有一些美食煎兵是怎么样呢 他是台湾人 但是在中国做红了之后 红回到台湾来开餐厅 那有人是怎么样呢 是在台湾做红了之后 试图要去上海挑战一个更大的市场 那是谁呢 我们先介绍这一位 在中国做红了 然后再回台湾开餐厅 这一位是谁呢 他是捞王的总经理 他叫赵洪泽 那捞王主打的是什么 他主打最有名的就是他的 胡椒猪肚鸡汤锅 那他当初是怎么样呢 他当初其实是2005年的时候 跟着他的哥哥到中国去工作 那做了一些工作之后呢 他就想说 我在2009年的时候 我来创业看看 当时应该开火锅店有机会 所以他就跟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集资了之后呢 在中国开了火锅店 可是开了火锅店之后呢 他自己怎么说 他说当时呢 他们想的 我不敢用太昂贵的装潢 也不敢用太好的食材 所以我还不好意思叫我的朋友 来我店里吃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 他当时做的是什么 拼价格嘛 所以他当初主打出 一元人民币的锅底 你就可以吃到锅底 那当时呢 赵洪泽想得很好 他认为说 我的锅底 才一块人民币而已 你来了之后 不可能只有吃锅底嘛 你一定会点个其他的菜 点个肉片 点个什么东西 那我的毛利就可以拉高 我就可以赚到钱 对不对 我只在刷路上嘛 对不对 结果客人来了 没想到发现什么状况 他们只吃锅底 大部分的人真的只吃锅底 就只有一块子人民币而已 所以赚不到钱嘛 赚不到钱之后 他要干嘛 就要思考转型啊 开始真的要用什么 用比较好的食材 然后用一些比较好的装潢 做完调整之后呢 真的生意有做起来 开的店数也变多了 而且他还找了台湾这边的连锁 就是开店的这些公司 一起来合作 为什么 可以导入制度化嘛 可以有SOP啊 结果当他觉得 开始钱可以越赚越多的时候呢 2013年又摔跤 为什么 因为在2013年 上海黄埔腔出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病死猪漂流在整个江面 然后又爆发禽流感 那我们刚刚说 他卖的主力产品是什么 胡椒猪肚汤汤锅 猪也重 然后鸡也重 两个都重的情况之下 谁敢去吃啊 当然就没有生意啊 那没有生意的情况之下呢 那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危机哦 因为他本来合伙的伙伴 准备要弃他而去 结果呢 当时赵博哲想说 这样子不行 我们要开始重视 我们的材料 我们的品质 要再往上再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呢 决定说鸡肉买丹麦进口的 然后牛肉 我们去买澳洲的和牛 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呢 让他的单价 从美国38块人民币 往上调整到88块人民币 算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让自己的店呢 往上去做调整 所以到现在呢 他在中国已经有50几家店 然后呢 他也回台湾 在去年的时候呢 他也在台湾开了餐厅 那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讲是说 从中国鸿回台湾 另外一个 是从台湾 开始发展到中国去 这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台湾 就这样子考吧 跟考大爷的创办人 他叫杨家勋 年轻人很喜欢吃这个 对 年轻人很喜欢吃这个 那他是从台中那边起家的 当初杨家勋起家的时候 其实呢 他正经历一场 创业失败 负债2000多万 那所以当时的杨家勋想说 负债这么多的钱 我们总是要想一个 好的idea 让我们再站起来吧 结果他当时 做了功课之后发现 那个时候晚上 没有好吃的烧烤 肚子饿半夜去找宵夜 没有烧烤店 所以他就跟他的创办人 一起跟他合伙人 决定在台中找个地方 开始在卖烧烤 结果没想到越卖越好 很多人是大排长龙排队 就等着要吃他的那一家 就这样子烤办的店 结果一开开了很多家 开了最高时期 开到9家店 一年的营收 破亿台币 那当时呢 其实理论上 赚这么多钱 已经可以退休 对不对 可是杨家勋认为说 我还年轻啊 那个时候也 才不到40岁的年纪而已 那我还要想做点事情 所以呢 他用了另外一个品牌名称 叫烤大爷 决定要到哪里去开店 他决定要到上海去开店 上海水很深 对 因为上海是个一级战区 所以他就规划自己 要到上海去开店 而且他的终极目标 还不是只有在 那个中国开店而已 他希望未来可以到哪里 到东南亚去开店 到加拿大去开店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真的彼此之间 在两岸之间 有一些这种美食兼兵 然后在中国跟台湾之间 能够越做越好 其实我告诉你 你好好的做一罐酱 做成了 就可以行销全世界 我们上次讲过 贵州的老干妈 对不对 大陆除了老干妈之外 还有个老干爹也很厉害 对 没有错 王首逸 小兵立大功 王首逸叫做大陆的国民男神 你说他一定很英俊 没有 他说大陆有一个流行 你说你可能不认识王首逸 他说你妈一定认识 因为 王首逸60岁才创业 王首逸13乡 他几乎置入所有大陆的这个节目 对 60岁创业 而且他这个也因为13乡就是把所有的重要的香料 对不对 帮你结合起来 很方便 他说五香粉加八种味道 加起来是13乡 所以在1984年大陆在鼓励小资创业的时候 他借了100块人民币开始创业 每天早上四点起来 然后挑着担子 拉着车跟他三个儿子 这样沿街叫卖 一传十十传百 这样慢慢慢慢把13乡的这样的名号打出去了 打出去以后到1999年15年之后 他刚好就是创立了什么 真正的13乡这一家公司 资本额多少 8000万 也就过去的15年 他们慢慢积积积积积的8000万出来了 这8000万弄下去以后 有人教他了 说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品牌 先把商标注册 他注册商标以后 又把收编的所有46种的包装 通通注册起来 然后又过了15年 2015年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厂太小了 他27公亩 那么大的厂 8亿人民币的建设的一个经费 全部一毛钱都没有跟银行贷款 他们从来不贷款 不上市 而且家族经营 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王首义 为什么会成为大陆的国民男神 他说一个人如果32年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那他叫做神 从1984年开始 这样卖卖卖卖卖 卖了以后 他最主要成功有三个原因 就刚刚美人讲的 第一个 他把注册商标弄好了 第二个 他利用大陆那时候的广告 还便宜的时候 那时候央视很便宜 刚开始没有什么广告 在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 所以一个美食五分钟 他利用滚动式的13箱 一直打 打到全中国没有一个人不认识 然后36省 通通每一个省都设一个据点 问一下烤鸭啦 对 烤鸭真的是 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代表的美食 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纽约发生一个大事 美食圈发生一个大事 就是这个11月呢 我们赫赫有名的大东烤鸭 居然要去纽约开店了 等于是把这个所谓的 中国传统美食 反攻回纽约 如果我们讲啦 如果是在LA大红大纸 那可能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纽约 纽约克你知道这个嘴巴可叼的 在最多星啊 嘴巴最叼 也是批评最多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纽约 就没想到我们北京烤鸭 我们的大东烤鸭 一去以后呢 预定11月要开 没想到10月官网开放预定 当天开放了当天下午 整天这个网站 整个就塞爆瘫痪 讲到这个大东烤鸭丛办人 董正祥 其实真的是一个 不得了的人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呢 只有高中毕业 18岁的时候高中毕业以后呢 那时候考不上是正常的 然后后来就去下放 留乡三年以后呢 最后国家问你要做什么 那时候想说 老爸说了嘛 做厨师不会饿早 就选了做厨师 后来到各个地方去 这个流放跟这个学习 然后呢去实习 最后到这个北京烤鸭店的时候呢 一去以后呢 一路升上了这个总主厨 然后呢 接续了在几家店里面 历练过后 开始慢慢想到说 其实除了手艺以外 你这个企业的经营之道也很多 但是我只有高中毕业了怎么办 毅然决然辞职以后呢 他不会讲高中毕业 直接从高考开始 高考后上去呢 考上了以后呢 再去念大学 念完大学以后呢 再取得MBA 所以总共花了9年的时间 从一个这个高中毕业的 这个厨师的毛头小子 转而进身为MBA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厨 然后接下来不得了 创业这个大东考压以后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常常去过北京都知道 如果请客的话 一定会去大东考压 大东考压 他去了 光走进那一区里面 我就觉得说 这个家伙不得了 因为他这个location 他的这个地点 就在于北京皇室的粮仓旁边 所以你一走进去 整个灯光打下去 加上这个古色古香的 这个粮仓的这个门 一看一进去以后 就有那个氛围 然后另外呢 他那个菜进来的时候 跟我们其他之前想到烤鸭 不就片一片一片一片 然后包个金饼 人家就了不起了吗 错了 整个进来的时候呢 他那个气场 让你觉得说 不可思议是 烤鸭居然也可以做得 那么创意 那么的美味 甚至他们得奖了一个 叫做葱烧海誌 上来的时候 简直一副山水化的感觉 那个时候在这个 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这个北京烤鸭的 这个圈子里面 其实上说实话 是让人家觉得是 在安倍去我们的北京的时候 也去了吃了这个大冬烤鸭 2015年我们的欧巴马的时候 也是吃了这家的烤鸭店 那你想说 吃烤鸭不是应该去 我们的这个全聚的吗 他应该是我们这个 北京烤鸭代表 但说实话 全聚的在这几年 有必然跟很多人 去吃的经验就知道说 那个品质呢 每况愈下 甚至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一叫这个烤鸭以后 来的时候是上面包一个保鲜膜 来了以后拆拆拆拆拆 来吧 自己夾吧 所以整个的这个气势 就是这个老店 这个百年老店 跟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董正祥 这个有主厨思考 一直不断的创意菜 用这个所谓的海参入菜 用这个汉堡入菜 然后用各式各样的创意 然后一直去经营 难怪他在这个北京呢 能够达到日盈额的 900多万的台币 然后能够鸿回纽约 然后呢 让这个纽约客也觉得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烤鸭 Paking down Paking car 能够占不绝口 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呢 可能在美国又可以掀起一份 烤鸭的旋风 是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讲到这个美食 你到中国 外国人到中国大陆 一定要吃的是北京烤鸭 尤其你都到北京 对不对 那另外如果到LA 好像一定要吃墨西哥卷饼 反而还不是在墨西哥 我真的在墨西哥待过 Vito's 那个Totilla 他们叫Totilla Totilla 那个就是包起司 洋葱 香菜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反而是很多样的包法 是在LA才有的 对 因为事实上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美食 在美国人都想说 我素质餐厅想到就是麦当劳 但是你知道麦当劳 最近做一件大事情 他除了把台湾跟大陆的麦当劳 都卖掉之外 那事实上 他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想法 在麦当劳里面 他是什么想法呢 他现在终于决定 他的汉堡里面的牛肉 是新鲜牛肉 原来你吃了这么多年 他不是新鲜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受到一个头号的竞争对手 叫做Chiblet 他就是标准的墨西哥卷饼 这家公司现在不得了 他十年之内 股价涨了三十倍 那你要好奇 为什么他那么厉害呢 他就是强调 他的牛肉还有猪肉 是极度的新鲜 那我们来谈谈这家公司 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吃 你必须要排队 因为尤其在热门时段里面 排个三四十分钟是合理的 因为你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群年轻人 他就用快手帮助 把你想要的东西就点给你看 价格不菲 一个墨西哥这个 我们说卷饼 他要卖七块多美金 可是你去麦当劳 一个大汉堡套餐 大概才六块美金 他卖的就是比你贵 但是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它呢 他老板叫做艾尔斯 他在27岁1993年的时候 成立了这家店 他就跟他老爸 就借了八万美金说 爸 我要开这个墨西哥卷饼 那他爸也支持他 想说因为那时候 快餐店正在崛起 1993年 他就出去做 你知道当时八万美金 现在变多少了吗 现在变190亿美金市值 他爸这投资值得 那你也很好奇 他为什么那么成功 所以有时候借儿子的钱 如果他做得不错 你就不要要回来 你就说当股份 对 对不对 他做得不好 你只好说 那借你的钱要还 不要利息 讲到这件事情 不要利息 儿子还拿利息 这样太没情意了 又不是不认识 讲到这件事情 麦当劳就流眼泪 因为他们当时 刚要准备上市的时候 麦当劳觉得 你这小家伙跟我拼生意 他就去买他的股权 后来这公司一上市的时候 就涨到22块美金 麦当劳就把这22块已经卖掉了 他做梦里想到 在八年后 他涨到600块美金 现在还是麦当劳的两倍 曾经他有一阵子 比苹果的股价还贵了五倍 你看说这个餐饮界最贵的股票 好 那我刚才讲到为什么 他怎么说服他父亲 他说 爸 我觉得我们开这家店 要打中顾客心 先要想出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他说任何的客人 来到我这个店里面 他要享受米其林 没有的那种美丽的音乐 好听的音乐 在那好听音乐 享受这个好吃的卷饼 而且里面的任何的食材 都是最新鲜的 他真的 供应商他是有打勾的 如果有不符合这个打勾 这供应商他不要了 所以他跟所有的厂商 都订了最棒的食材 然后你说我们说音乐 音乐你就随便找个DZ来处理 没有 他找当时在美国最红的 这个DJ叫葛洛布 帮他设计从早上到晚上的 所有的音乐细节 连中餐晚餐最热门的音乐 他都配合好了 好了 当时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生意才太好了 如果将来扩产店的时候 人们会等着排队 等到一半 等不下去了 现在最大的考题是 如何让客人真的决定 虽然以前叫你慢慢的吃 但现在你能不能快点吃 快点走 因为太多人想吃 很着虑了 OK 好 那事实上这个在大陆的外卖平台 可以说是越做越大 对不对 真的已经大到那种数字是 没有办法想象的 而且我这次在北京 我看到很多外卖歌 他骑摩托车 对不对 然后后面有个箱子 然后箱子上面通通在贴 征裁 征求外卖歌 这样子都超缺的 而且他就跟你讲说 奖金上不封顶 不封顶 无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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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跑多少就能赚 对 他就有个底薪 大概底薪好像就两千 然后甚至有人讲说 你平均可以收入五千到八千 但是底薪保障多少 然后奖金上不封顶 这样子来吸引人 可见市场有多大 带我回来 好 大陆的外卖强强对打 对 大陆现在有一场外卖大战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中国餐饮业的商机 折合台币高达18兆 然后他们去年一整年 使用这所谓的外卖的服务 你知道有多少吗 大概就折合台币将近一兆左右 而且还在快速成长当中 而且他们还发现 有一个温州人 他真的是外卖界的王者 他一整年 叫外卖的订单数量 竟然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笔 平均几乎一天就要叫好几笔 所以你发现说 外卖商机在中国 是快速的兴起当中 所以这里面也引发了 中国两位富豪的大战 是哪两位富豪呢 是腾讯的哪华腾 跟那谁呢 跟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 这两位呢 也惊起了一场外卖大战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们看到 阿里巴巴在日前呢 全部收购了一个 很大的外卖平台 叫做饿了妈台 他的服务 收购了多少钱呢 折合台币将近三千亿 去全部收购他的股权 那为什么马云要做这件事情呢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对手腾讯所投资的 这叫做什么呢 腾讯所投资的叫美团外卖 美团外卖怎么样呢 人家的外卖订单 一天可以超过一千六百万张 那你想想看 马云担心的是什么 马云担心的难道 只是他的外卖服务而已吗 当然不是 马云他们是做什么 是做电商 对不对 可是当今天美团外卖 在做外卖服务的时候 我有个基准量 叫做一千六百万张 以上每天的订单 我可以提供他什么服务 除了外卖之外 提供你旅馆订房的服务 提供你轿车的服务 提供你生活上 食衣住行娱乐 都有可能的服务 所以这个市场潜力 是不是很大 那如果假设有一天 腾讯跟美团 他们联手起来 我从这个生活服务 要切入到电商去的时候 对马云来说 这是不是一个威胁 这绝对是一个威胁 所以对马云来说 我要阻挡这样可能的威胁 那要怎么做 我当然也要找到一个 每天有机会 有破千万订单量的平台 所以他那时候 就投资二人妈 投资二人妈 到他现在我们看到是怎么样 他要把他全部的股权 都把他吃下来 要完全持有他 因为对马云来说 他要怎么样 我只有完全持有他 才有机会抽 这个千万的订单 做到食衣住行娱乐服务 所以你就知道 二人妈跟美团 两个之间怎么样 要抢用户要大战 抢用户要大战的时候 你会看到干嘛 我一定从补贴开始 所以你看到说 光是为了抢注册用户 还说你只要成为我的新用户 你就可以怎么样 取得一个只要一块钱人币 可以买到一个大汉堡 跟一瓶一罐饮料 这样的优惠 因为我光是后面赚你就回来了 对 所以他们两大平台 常常在用补贴的方式 让用户觉得说 我直接到餐厅去吃 不如我直接叫外卖服务比较便宜 所以双方竞争就越来越激烈 激烈到什么程度 真的双方的光是送餐人员 还大打出手 在武汉大打出手两次 一次是怎么样 一次是我们两家 比如说美团外卖跟二人妈 都是跟美人姐你在取餐的 结果我跟美人姐说 这个是我的客人 我的服务 她也坚持这是她的客人 她的服务 结果两个人吵架吵不平 结果怎么样 双方都去绕人起来 打大打出手 大打这一次还不够 另外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送客户那个电动机车停车的位置 连这个都可以大打出手 所以你就知道双方的竞争有多激烈 所以你就会从里面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外卖市场的商机 在中国未来只会竞争越来越激烈 而且未来可能会从外卖市场 再蔓延到十一住行娱乐 其他生活服务上面 所以其实这个对大陆有一些城市里面很底层的人 其实叫外卖是很大的负担 因为外卖你要免运费的话 好像有一个数字的一个底线 好像至少也要25块28块以上 让你随便不小心一叫就丢了超过30块 一餐饭吃30块其实是压力蛮大的 如果说对收入只有2000块的人来讲 或者3000块 尤其在北京 因为他现在住房的房租都提高了 因为你不可以再去住那种违章的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是压力很大 然后我也很好奇就是说 你知道吗 大陆去年一整年的外卖第一名是什么 我觉得合理 什么 因为这个是 皮蛋瘦肉粥 皮蛋瘦肉粥 因为这可以放 它味道变化不会太大 吃不完第二天还可以吃 不是不是 就是它从出锅到你手上的时候 味道不会飘走太久 你试着叫那个雪菜肉丝面看看 整个都糊掉了 烂掉了 对不对 味道就会走掉那样子 所以皮蛋瘦肉粥 而且坦白讲 刚出锅你还会烫嘴 经过外卖到你那边 刚刚好 对不对 葱花另外摆非常好 OK 那水果不好卖 为什么 因为水果会烂 对水果会烂 但是我现在讲水果之前 我先讲一段话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句话 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什么呢 台湾的水果品质领先全球 这句话讲到台湾人心里上 这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我先要说的是 这句话讲在这个人嘴里 可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年从台湾买走了 280万颗的金钻凤梨 而且他说过一句话说 这是全世界最甜的凤梨 而且他是跟中国比起来 那我要说这个人 这个人名字叫做于慧勇 那讲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他其实是一个江西小伙子 那在年轻的时候 身上踹了大概 就是2000块台币 就是折了400块人民币 到深圳去打天下 那因为他很努力 他就跑进了一家 这个水果店里面就是工作 那他因为很努力 所以水果店里把他当做经理 所以他就了解这水果 他业余就有水果 这水果真的还有点道理 他甚至你知道 他能够怎么样 他可以把一颗芒果 放在鼻子里面 闻了一下 就可以知道这个芒果的甜度是多少 你知道他来台湾买水果是怎么买 我不知道我们农会主委干这件事情 他直接就是先打听 他的主要的这个厂商是 主要的这个农场是谁 他就跑到这个农场 跟这个农场的农夫 一起坐在农梗上面 然后把水果摘下来 一颗的品尝 他说这个水果 还告诉这个水果的香味来自哪里 这个跟这个农夫就分享 然后最后一句话 甜来我就跟你下了 你知道他对台湾下了多少吗 一年下了4700万吨的 有一个数字 台湾每六颗凤梨 有一颗是卖给他 有一颗他买走的 感谢你 你知道他多夸张 你有能想一件事 台湾大概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他设了一个APP 为什么要设APP呢 他不是要 APP不是要去卖他的水果 而是你买他水果 三天之内你觉得不好吃 你直接上APP抱怨 他用APP把钱给退给你 有没有这种种 有没有这种胆子 水果可会是烂掉的 水果他就知道这名件事 我买的水果虽然比较贵 可是你吃的只有一个字 甜 他就讲到说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水果 要卖到这么大的一个量 他说我就是要有这个能力 把好吃的水果园 整个水果园把你包下来 他举个例子 他说这样做 简单的例子 北方的草莓南方吃不到 为什么南方吃不到 因为草莓运输构成 大概就已经损失了80% 他说他不 他因为他这个量够大 因此他从北方把这个草莓 运到这个南方的时候 他要求那货车 除了全程冷冻之外 那货车的时速 不能超过40公里 那他说在这个速度之下 这个草莓保持的程度 非常甜度跟损失都不会大 他就这个能耐 而且你知道一般我们说 一个哈密瓜 有什么了不起 他一个哈密瓜 可以经过九道的检测 检出出最品质最好的哈密瓜 送到你这个顶级客户身上 你要不要 所以他说他未来的希望 事情是他真的 称为这个中国的水果风子 他说他将来要目标 他现在已经2500个店了 他目标要开多少店 他要开1万个店 把全世界最好的水果 都卖到中国去 坦白讲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我们很需要判断的是什么 就是我买四家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 他几天之后最好吃 我往往错过 太早或太晚 差一天就差很多 就过熟 像在国外你买起司 他有时候有些品 有些起司可以随便放 有些是要吃当天的 或者是你当天要吃 他会跟人说 那你买这个熟成一点的 我需要这个包 还有一个是西洋梨 经历场也会错过 买回来很硬 一方太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没错 因为这个余先生 为了您这个问题 还特别跟学校合作 发表了上百篇文章 就专门讲水果要怎么吃 所以他可以在春节时间 春节时间 他可以卖掉了将近有 这个300亿的这个 应该不是300亿 84亿元的这个订单 就是他把每个水果 什么时候最好吃 都写论文了 另外一个 下厨房 这个网站很红 对 下厨房这个APP 跟这个网站 我们先来看 创办人叫王旭生 才33岁而已 然后号称是最笨的CEO 但我觉得这个APP 这种长厨的这种APP 这种教你食谱的APP 会是下一波的趋势 根据外卖之后 因为我们自己做菜以后 才知道说 这个方面有多么的需求量 有多么的大 他在2011年的时候 创办了下厨房 受到年轻人非常非常的欢迎 甚至在这个 刚刚过去的春节 有300人登陆到他的APP里面 超过1000万次的查询 因为要查年菜怎么做 因为现在80后 90后 这些年轻人 已经准备要到 有结婚生小孩了 不可能常常出去外面餐厅的时候 要自己开始做的时候 还觉得说 我要做一道山东焖黄牛肉 但是料都有了 但到底怎么做呢 现在的晚人 当然不是打电话找妈妈 一定是看APP 看APP最方便 所以就引起了这个 所谓的长勺长厨重 APP的这个风潮 然后我们这个创办人 王旭生他创办下厨房 这个CEO的APP的时候 是当初他在豆瓣 两年半间 豆瓣我也用过 豆瓣就是这个 道路里面非常文青的 一个社群的软体 当时他气了高薪 进了下厨房以后 绝备开始要做一个 华人最大的主菜的APP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遭遇 蛮多的困难 第一个 融资方面也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 坚持梦想 所以很多这些 在他创投下 在募资的时候 募资非常困难 很多人说你完全不懂商业 因为你只说什么 把东西做到好就OK 而且你刚开始也只是 个学美术的设计师而已 对这方面应该不了解 所以当时 很多的这个融资的天使 就称他为最笨的CEO 但是人家最笨CEO 现在也闯出一遍天 闯出了我们这个流量 非常惊人的流量之外 后面他很多的一些 我们看到 结合了电商 结合了这个餐具 然后结合了所有这些食材 你如果缺了什么东西 你闯缺了缺一个花椒的时候 缺一个锅子的时候 直接点一点点一点 隔天就送到了 待会告诉你 大陆开始 餐饮着无人风潮了 煮面 你不用担心那个面条 熟不熟机器人煮的 真的 OK 待会回来 好 以后买饮料 刚好就是饮料机 主面也是用主面机 还有一个更神奇的 就是机器人奶茶店 我就看完这个 很多人担心是不是会失业 因为工作会被机器人取代 这是在浙江杭州 最近开了一个机器人奶茶店 你去那个店里面 从头到尾没有人 有啦 唯一就是一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 他来就是帮你服务 那你从点餐 你就可以用触控 或是你用声控来跟他说 他的种类还不少 有果汁类 奶钙类 跟双齐磷类 一共零零当当 有30多种的饮料 你可以去点选 那点了之后 也是他帮你服务 他就转身 去开始调制他的这个奶茶 反正从你点餐 一直到调制 一直到上这个奶茶 总共只要一分钟 就不用听店员抱怨 也不用听店员啰嗦 那你知道这个老板 他更想说 他想还研发你知道吗 他讲说 是不是你等这一分钟之后 你会不会太无聊 就为了他们要训练这个机器人 可以在你等的时候 可以唱歌 可以跳舞 可以讲笑话 你知道吗 那我跟你讲 其实我觉得 有点小小感慨 就说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刚收掉那个手摇饮料店 他不是营收不好 他是员工 员工训练完就走 员工训练完就走 然后有的又给你临时请假 所以我觉得他看到这个 他就想说 如果有机器人奶茶店 他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了 那你想说 这个机器人除了可以煮奶茶之外 还可以煮面 我跟你说是真的 现在在这个陕西的西安 还有这个上海 就一直陆续在开这种 无人的面馆 他这个西安的这个老板 他花了五年的时间研发 其实道理也不太难 他就是把这个面条 不是泡面 不是那个泡面 是他们真的是 用这种手工做的那种面条 然后把这个面条跟你要的这个配料 他先做到九分熟的程度 然后再拿去冷藏 然后冷藏完之后 你就按照这个机器来点面 然后点了之后 他就加热 加热之后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西安的这个面馆 他还有一个智慧型的功能 是说他可以感应到说 你面快卖光了 他就透过系统发送 送到总公司 就公司在20分钟之内 就可以帮你补货 所以就标榜说让你24小时 都可以吃到热乎乎的这个面条 那在上海这个 你知道吗 上海他推出两种口味 一种是豚骨口味 一种是酸汤肥牛 你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味道还不错 所以他每到中午 这个白领阶级都大排长楼 那重点是他这两个面都卖的不贵 西安大概是卖五块钱 八块钱人民币 那真的是便宜 八块钱人民币 上海你看上海就是寸金寸土 他也只有一碗卖十五块钱 而且还有肉啊什么汤底豚骨 什么都不错 这样的价钱就没有什么好要求 口味了 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他卖得不错 本来想说他这个已经开了三家店 上海已经连锁开了三家 结果没想到在去年的十月 突然被喊咖被喊停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上海的这个食品检验局 他就认为说 你申请的是类似像泡面 这种的预包装的 那你变成你端上桌给客人吃 还有经过煮面的那个过程 但是是机器人做的 他们认为还是有一种食安的疑虑 所以现在就退回来 那这个业者打算要重新再申请 重新再来 OK 好 另外一个工程师的餐桌革命 这什么意思 这个一定跟美人是站在对立面 最近在未来的美国的股票市场 会有一家公司上市 这家公司上市 他颠覆了对食物的一个所谓的口感 他在乎的事情是他的成分 原来这是一个矽谷的 而且他已经得到第一步 第一次的融资是高达2000万美金 所以他上市是真的 他的名字叫soyland soy就是豆浆 像豆浆一样的一个粉末 你水把它泡完之后 抱歉 这个食物的大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人体所需要的养分 在这杯饮料里面都有 而且它比一个牛肉汉堡价格还便宜 那为什么这个产品出来 其实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我们的 那是我们最近都喜欢吃一些燕麦 燕麦一样一杯 但是里面他加的各式各样的养分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在这个矽谷有一句话 就是说乳舌的概念是什么 乳舌的概念就是早上九点钟工作 然后五点下班 因为在矽谷的工程师 可能是早上六点工作 工作的晚上十二点 就是创业家 可能都睡在实验室 但是他们问题来了 他们连觉得吃饭两个小时都浪费 可是他们需要营养 这工程师他就 你知道工程师他们就是因为很龟毛 他就上了美国的营养的网站 还有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粮食的网站 里面去找人体必要东西是什么 他用科学的精神 把这些食物放进去 第一次吃的时候 男生死了 你只是饮料 他就开始思考一下 这东西里面有一点口感 甜味 就陆续发展出不同的 那这个东西确实让很多细古人觉得说 这个东西让他们有更多时间 更有精力去发展更多的软体 这个事情传到中国 中国也很多科学家 像在北京很多这些所谓科学家 他们也觉得 我应该觉得吃饭简单就好 所以有一个也是Ninex 就是说系统软体工程师 他叫做哨伟 他们从美国发现到 他觉得这东西有道理 他就发展一个叫弱饭 他号称这个东西就有40克 但是可以产生580卡的热量 而且价格只要20块 吃完之后你会有饱感 而且重点事情 你所要的营养都帮你照顾好了 当然最后还是由你来决定 你要吃有感觉的牛肉吃进去主角 然后到口里的这种芬芳 还是你要吃一个泡进去之后 你所有养分都会变好 而且头发会变黑 不是 头发会变茂密 你做决定吧 不是 你这个就是说时间到了 就灌一杯这样就对了 然后多余的时间赶上去工作 所以各位你知道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吗 就把人搞得像机器 但是要把机器搞得像人 所以叫机器人 机器要有很多人的智慧 对不对 机器要越来越像人 人要越来越像机器 这就是未来的时代 OK 3D裂映食物用看的 对 就像梅勒姐你刚刚说的 要把机器搞得像人 所以希望用3D裂映 让机器人在干嘛 吃了什么收音链 不是把人搞得像机器吗 时间到了就怪 但是我们现在是把机器搞得像人 它要做出来的食物 也要摆盘 排得漂漂亮亮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在英国伦敦 出现了一家3D裂映餐厅 这个3D裂映餐厅叫foodinc 为什么叫做3D裂映餐厅 首先进到一家餐厅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会有桌椅 会有花瓶 会有碗盘 那么这些碗盘桌椅 然后跟我们刚刚讲的花瓶 全部都是用3D裂映做出来的 它要证明它3D裂映的实力 那当然进去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我要吃饭 我要吃饭 那里面的菜色呢 它也是用3D裂映把它做出来的 比如说像甜点 它是把巧克力 百香果 酪梨 先把它打成泥 打成泥了之后呢 放进去3D裂映的印表机里面去 它就把你把它印出来 印得漂漂亮亮的线条跟形状 那印出来之后呢 主厨在做一些简单的摆盘 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然后他们连炸薯条跟鱼肉呢 也可以通过用3D裂映的方式 把它做成一道菜 关键是 大家一定会想问一件事 这整个吃的菜色总共几道菜 9道菜 那9道菜要多少钱呢 好 我们告诉大家 9道菜是250英镑 折合台币就已经差不多是 1万块上下了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3D裂映餐厅呢 它是要告诉我们人类一件事情 3D裂映未来在食品上面 会有一番革命 那么所以同样的状况 不是只有在伦敦而已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呢 那边有一群工程师在研究什么 研究3D裂映的食物印表机 希望做到什么呢 以后的妈妈们 你们用了这个3D食物的 印表机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帮你家人 准备一餐哦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也是一样 让这个蔬菜 鸡肉跟鱼类呢 弄成泥状之后呢 它帮你把它印得漂漂亮亮的 印出来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它还不是只有做出食物而已哦 它是搭配顺便告诉你 这有多少卡路里热量 这个营养 有没有符合你今天一整天的需要 它都帮你计算出来 计算出来之后呢 你只要搭配那个食物的档案 或者你要什么食物 它就可以帮你输出出来 做成一道菜 然后让你可以端上桌 然后他们的终极目标 是希望搭配什么你知道吗 希望搭配说 知道你这个人有高血压的病史 知道你这个人有糖尿病的病史 然后呢 这个食物做出来 胃癌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怎么样 符合你的健康 做出最适合你的食物 好了好了好了 因为它这个逻辑 要你全部打成泥进去 它才能够用裂音机 就像噴墨水一样这样出来 所以你们家从此家里的餐桌上 再也不用牙签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不会卡住 全部是泥了 OK 人世间有一种乐趣 你可能很久就没有办法享受了 就是刚好有一根什么东西 卡在你的牙缝 然后你刚好牙签一挑 它就出来那种放松的感觉 很爽 有时候有一根肉 刚好卡在你那很紧的齿缝里面的时候 用舌头也弄不出来的时候 突然牙签就卡 松了 那种爽的感觉 以后都没有了 全部吃泥了 OK 吸管不能用 对啊 这我们环保署 就是明年开始 这种大型的连锁店 你在内用的话 你这个饮料 你就不能给你吸管 那以后这个外带 2025年的时候 外带也是全面禁用 好 那没关系 大家想说没有吸管 那当然直接喝 但是我跟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就是在纽约的一个新创公司 就发明一个可以吃的吸管 这个吸管不但可以喝还可以吃 那怎么那么神奇 其实它现在都是用这种 可食用的海藻来做 而且吸管还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它那个颜色是用蔬果的色素来制成的 那你说这个吸管 没想要吃 没关系 你丢掉之后 因为它是那个海藻做成的 所以也可以很快很快就分解 非常非常的环保 那你说吸管可以吃 我跟上更进阶的是连杯子也可以吃 它杯子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用那种可食用的海藻 而且它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样子 而且还有各种口味 譬如说有什么香橙口味 樱桃口味 香草口味跟抹茶口味 最主要这不是要让你吃 而且说因为你知道 这个餐具使用量很大 它是可以分解的 其实大陆这几年 它也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你有没有想过 刚才我们讲 不管是美团还是饿了吗 外卖市场大不大 大 每一个外卖都是 我看我朋友有代表 都是叉子汤匙跟那个外卖的塑胶碗 还有筷子 然后他们吃完 就是也没有给你分类 也没有说把厨余倒掉 就整包就丢垃圾桶了 所以造成非常大量的所谓的这个 环保的一个污染 我觉得未来搞不好 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改革 要不然我 你看你刚刚那个一天吃三个外卖的 你看它要一个人要制造多少垃圾 对 所以你看你不只吸管杯子可以吃 它现在连包装纸都可以吃 它包装纸 它以前都是用那个基改玉米做的 但是现在基改玉米都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它现在几乎这些包装可以吃的 都是用可食用的海藻 所以它那个包装纸 你看你吃那个三明治 你连外包装都可以把它吃掉 它强调是说 里面还有附了那个纤维质跟维生素 所以夹了还蛮有营养的 那另外你不吃也是一样 如果你觉得口感不好的话 你不吃把它丢掉 它也是很快很快就可以把它分解掉 那我觉得说它进阶到最后 这个波兰研发出一种 连餐盘都可以吃 但是它餐盘它那个是厉害的 是用这个麦夫做的 麦夫就是麦子的这个外壳 它跟水配合加热加压之后 就变成一个这个餐盘的样子 然后而且它研发到什么地步 它可以量产 而且它可以做成各式各样的那种 餐盘跟餐具 我觉得这个是对环保很棒的事情 应该要给予支持 一年可以做一千五百万件 现在外销到欧美 就是外销到卖个下下叫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可爱的是 印度 印度研发到连餐具都可以吃 它餐具的是用小米米饭面粉 做成的汤匙跟筷子 而且我觉得它说 如果你觉得不好吃没关系 我有三种口味让你挑 就可以有甜味 有辣味 还有原味 所以你吃完之后 连餐具都可以吃掉 那最后一个 要介绍是说 我们不是常常喝水 用宝特瓶吗 宝特瓶也是造成很多的海洋污染 它现在研发一种 可以吃的这种 随身吸带的这种水 它那个外面那个薄膜 也是可食用的海藻 它那个里面是用冰块 那你把它那个薄膜咬掉之后 你把水放在嘴巴里面 慢慢的吸 慢慢的吸 我知道像摄影棚都有那个杯水 因为都是杯水 水球 水球 吞的 现在美国非常流行 它在咖啡店五秒钟就可以做一个 OK 好 接下来告诉你黑炫科技 五公分的主厨 OK 而且要来台湾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厨 五公分高而已 好 观众来含更正 刚刚那段播出的时候 观众就说美人姐 五公分没有那么长 我刚比错了 五公分的 这样可以吧 差不多 五公分的主厨要做菜给你吃 来 我们看看什么 对 好 那现在因为美食已经变成一种享业 一种享受 所以就结合很多的科技 包括可可可乐 可可可乐已经132年了 那现在年轻人都已经比较不喝汽水 改喝茶饮 所以他的业绩是一直掉 那一直掉怎么办呢 就要加入科技 所以可乐不只是可以喝 还可以玩 还可以听 叫做玩可乐 那怎么玩呢 你可乐本身 你去下载他的APP 里面有189首的夏天音乐 然后可乐拿了以后 跟你的APP 跟你的手机一炸 然后马上音乐就出来了 然后可乐一转 另外一首音乐就出来 再一转 不一样的音乐就出来 而且每一瓶 它里面有三首音乐 都不一样 喝了一瓶以后 再喝一瓶 又另外三首的音乐 这样的玩 另外夏天的时候 可乐只有可乐吗 还可以可乐冰沙 经过研究 跟非常严苛的细致的 一个去调试以后发现 零下四度 刚好就零下四度 这个可乐 你打开以后 喝一口 然后再关上 倒着 切切的 马上一瓶 一秒钟变冰沙 这个厉害 它一定要有一个零下四度 哪里有卖 日本 现在日本已经开始下卖了 二十几个城市 你到日本去就可以买得到 大阪有吗 大阪有 而且很便宜 才台币35块 一瓶35块 一秒变冰沙 另外比利时的科技公司 结合美食 用五公分的厨师 拍微电影给你看 一餐只有12个人 12个人利用3D的裸饰 来你坐上去以后 餐盘摆好以后 马上你就发现到 有一个五公分的厨师 在餐盘的旁边 帮你什么 帮你开始在做菜的 他帮你到海里面去抓章鱼 他到海里面去跟龙虾搏斗 搏斗以后他赢了 但是在这个五公分的 小厨师的历险季里面 他每一次都一定会出包 让你笑开怀 憲哥 这个要来台湾我定了 可是我还没有接到说 我又没有定到 对 很难定 因为一字只能服务12个人 但是我还没有接到 有没有定到 如果四道菜的话 那你就看四个微电影以后 每一个微电影看完以后 菜出来 你还在笑的过程里面 去享受那个美食 享受完以后 再一个微电影出来 那个小厨师